我們在這紙上面畫一個大圈圈 後來要畫得很密 同時這裡要畫一條直線也是很密的 如果你怕這個鉛筆一直畫上去 這個鉛筆心一直磨損掉 你可以另外找一支鉛筆 這鉛筆要二筆以上的鉛筆 B的鉛筆是代表它的抖軟性比較軟的 它的鉛筆比較黑 它含碳的成分會比較高 就是導電會比較好 我們再把它畫呢 要畫得很密 那我現在用我的石子呢 放在這裡 讓它接觸 這樣 如果沒有聲音呢 再多畫一下 有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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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個位置 在這裡的話 你把它畫一條線 把它畫一個記號 好 好 這個就當作 D 好 咪在這裡 A C 2 2 1 2 3 排檔 當然,我畫得不是很準確啦 那这个要准确的话呢 各位 各位呢 自己可以去找 这就是我们音乐铅笔的乐器 你自己可以去创造音阶 你可以认了一个点 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音阶 那这个图案呢 这个只是一个基本图案 那你可以自己喜欢的图案 你可以画一棵树 画一个人 画一个你喜欢的图案 那最主要这个图案呢 一定要连接起来 跟你手要放的位置 你会注意到 这个这一只手呢 我们刚才这样碰的时候 会有声音 所以呢 我们这只手要一定要按这里 那来靠这个 刚才画的线条呢 来导电 这样的声音就出来了 而且会有音阶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音乐铅笔的 好玩的地方 好我们有另外一种玩法是这样子 我们笔不动把它笔在这里 我们画成这个样子 一个环罐哦 那我们用这个手指头来来 这样也可以 或者请另外一个朋友来 我们来握手 让你来弹 有一个机制的啊 蛮好玩的哦 好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 基本的玩法 好那现在有更进一步的玩法 我们有好几个人来一起玩 好 比如说我先把手点在这里 那我请一位朋友呢 手按在这里 好 好 那你跟他的手呢 握起来 来 那我再握一个 来 来跟你接触 哎 等一下 哎 声音就出来了 哎 有影响的 好 那我喷他的脸 来 喷你的脸 喷一下 哎 这样可以 好 然后我问了你 让你跟他做 这个另外一个身体的接触 哎 哇 好神奇啊 哎 这样呢 我们一群人就可以玩了 哎 可以 摸摸脸 摸摸鼻子 啊 这样子 那这样子 因为我们人是导体 我们可以把它创起来 整个都创起来 创起好几个人都可以玩这个 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 另外一次的用这个玩法 还有一个人 是你 就是要 行 相反 就是要 这就是 这种玩法 Watch 行 行 感谢观看